他們經常說我的聲音很沉悶 我覺得這群新的香港觀眾是很沉悶的 這群新的香港觀眾 實在是因為以前他們經常說 Yana 你說話很沉悶 你說話可不可以怎樣怎樣 或者一定是怎樣怎樣 我知道大家很喜歡那些 Hello 大家好 我是 然後在電腦上他們會覺得 你要給他反應 開心點 然後人們說 為甚麼我要承認他給他反應呢 我只是不明白 這對我來說不太有趣 很多人說話或什麼都不太有趣 什麼樣的反應你想給我嗎 當然我也有試過給他一些反應 因為可能大家會喜歡一些 但漸漸就發現真的逼不到反應出來 很搞笑 他們經常都有新年 他們說 Yana 說一些祝賀的說話 我們這次播放哪個電視台 好 我當那些苦年 然後逐個去拍 我經常見到大家說 新年快樂 然後會有一些 苦年就什麼什麼 牛年就什麼 套年就什麼什麼 然後就去到我了 那我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引聽掌聽 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他們就 剛剛說很好 不過我們來到一個比較開心 好嗎 OK 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引聽掌聽 祝大家新年快樂 然後我的同事就說 他是這樣的 這個 這個其實 是他最開心的 他最開心就是這樣 那我就 對了 那這個 That's my personality I guess 那 所以祝大家新年快樂 That's all I can say Yes 很隨便 我會分享這些東西